文昌帝君轮回的启示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问 请开示 文昌帝君因慈悲 怜惜妇人 而堕落人道 请问与佛教导众生发慈悲心有矛盾吗 大安法师答 文昌帝君是一念仁爱之心 他也曾经修行佛法 想修出离道 但是还缺乏大成的修般若智慧 功力不够 所以带着这一念恋爱之心就一下子给张家的妇女做了儿子去了 这是一个堕落 通过这个 他给我们一个启发 就是一个人要救度众生 一定要等自身有能力才能度得了众生 怎么样有能力呢 一定要正的无声法人 你才能够来的这个世间来广度一切 如果你没有正的无声法人 你去度众生 是无有是处的 你是很难度众生 反而被众生所度过去了 这就是文昌帝君后来在人道里面 特别是做汉高祖七夫人儿子的时候 他的嗔恨心意起来 造作恶业 开始了他的苦难的轮回 到了畜生到的情况 这些都要给我们高度的警觉 所以你没有一个大菩萨的能力和智慧 你想度众生 就有一个比喻 就好像一块很大的冰 你手上你想把它融化 融化一个面积很大的冰块 但你手上只有一小碗的热水 烫水 固然浇下去能够融化那么一小点 但融化一小点对于广大的寒气的冰 是产生不了作用的 你融化一点 反而转过来一看 那个地方反而又隆起来了 还比原来更高了 所以自己不会游泳 面对水里面即将要淹水的人 是没有办法救的 如果看到他在水里面 我们也慈悲心很重 我也扑通一下跳下去 跳下去 只不过死鬼里面多了一个人而已 解决不了问题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赶紧找一条船来救 船来了 你能把它救上来 自己也沉不下去 所以我们一定要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获得这条船 再到这个世间度众生是最好的 这就是文昌帝君的骑士 这就是文昌帝君的骑士